开始 川老师你好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在北京能够近距离地跟你聊聊 关于科学知识图谱 关于Syspace 包括关于科学研究的一些问题 然后我个人也非常高兴 能够这样近距离地跟你聊天 因为之前我个人已经开始学习Syspace 从2012年开始接触 一直到现在已经快一年多了 然后从Syspace这个学习过程中呢 我个人也感受颇深 首先第一点呢 我觉得这个工序的开发 的确有效地帮助了科研工作者 能够快速地了解他所关注领域的一个科研的一个进展 以及帮助他选题 我在博士论的写作博客科学研究当中呢 受益匪浅 另一个方面呢就是令我特别感动的 就是您从2004年左右 一直到今年以后也觉得您也在继续 为这个软件的开发 免费分享 以及问题的在线的解答 我也非常感觉非常感动 因为很少能够见到这样一位寄作研究的学者 也关心这个其他科研学者 自身学习的一个科研工作者 然后今天我有很多问题 一方面请教您 另一方面我也想了解一下 它关于Sight Space更多背后的一些故事 好的 好那我就提一些问题跟您聊聊 第一个问题我想问问就是 从Sight Space的产生开始 它有哪些动机 哪些背景 是这个Sight Space呢 就开发出来 或者还一直 是你这么一直有激情的把它坚持下去 嗯 行 好 我也很高兴 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些13年前的事情 就是先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为什么Sight Space是分享给大家 当初对Sight Space 这样做 有两个非常有名的软件 说至少 现在还有 一个是Payek Payek是网络分析的软件 现在是一直分给大家享用 第二个是Loot Ladelstorff 它也编了一些软件 也给大家用 所以这两个人 他们的做法 对我影响很大 嗯 这个软件和用论文还不一样 论文你读完了就完了 软件 你传给大家的是一个方法 嗯 所以是 在这个方向来讲啊 用的人越多 你这个成就感越大 嗯 和这些商业目的不太一样 那是作为一个学者 如果你的思想 能让大家 获益 那是 很好的事情 啊 从具体来 具体来说啊 这个 有两个需求 一个就是 Sight Space之前呢 有两个需求 嗯 嗯 一个就是 Pathfinder 对我的影响也很大 嗯 另一个 Pathfinder就是 网络 怎么简化网络 是从心理学 开发出来的一个工具 嗯 它还是把这个 心理学上的一个用法 也对我启发很大 它是用不同的信息 组合在一块 嗯 另一个方向呢 就是Meta Analysis 在中文有 哦 原分析 有原分析 Meta Analysis 这个结果就是 相近的一个方向就是 做系统的综数 非常有用 做Meta Analysis 当时没有 发现类似的工具 所以 结合这几个 启发以后 可以开发这些工具 所以就到了2004年 发表了一个文章 用物理上的弦理论 来验证这些问题 嗯 对了 对了 那个 在我了解 那个您的论文当中 我也看到了 三 你关于弦理论的文章 是立体的图形 而我们现在看的 SVS 它是二维的图形 在这个三维 像二维过渡这个 金城东 是什么改变了你以前的 那种可视化思维 嗯 三维变成二维 对 这是一个很有 很有趣的问题 一般的来讲 都是可视化 是从二维 三维 这么发展 三维更精彩啊 对 我开始是用三维 来表现弦理论 这弦理论它有 因为有第三方的依据 一个物理学家 他是写了一个 弦理论这个领域里头 有两个革命 第一次革命 第二次革命 这两个革命呢 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信息 说你要是在 做出一个网络 一个可视化出来以后 那这两次革命 这个 这个根源 就应该能找到 但是通过看这个 第三维的表现 这两个革命的文件 不太明显 所以那时候就产生了这个想法 我们的目的不是突出三维 它怎么表现 而是要突出 当时要找的信息是什么 可是当时要找的信息就是说 只要你告诉我哪个点 在这革命里起关键的作用 那就足够了 所以二维也能达到这个目的 这种表现从三维到二维 它其实上也告诉了大家 一件事情 可视化不是追求炫 而是追求这个数据可视化之后 所能够呈现的一个信息的 一个重要方面 你所要的一个信息 的一个可视化呈现方式 对 然后呢我在您这个文章的基础上 其实最吸引我的是2006年的 那个Syspace第二版的那个论文 它是关于恐怖袭击和大规模 生物灭绝的一个案例研究 那这两篇案例研究 我看您在分析的时候 您自己的专业是计算机专业 我感觉这个专业跟您好像没有太大联系 那您是如何通过您开发Syspace软件 写出那么专业的论文 而且还发表到很 比较权威的论文上 期刊上 您能够如何介绍一下吗 好可以那只是第一步 那是一个有每一个选择案例 有一个特殊的原因 当初那个恐怖主义研究 那个特殊原因 就是恐怖事件发生了以后 这些资料都比较详细都容易找 另一个是大规模生物灭绝的 那个领域 那里的文件也是非常丰富 历史上很多人写很多的书 来描述那些问题 所以就是如果要 需要验证我们这个工具的话 相对容易一些 找那个 尤其是在初期的时候 找那些领域比较容易验证 所以我的那些专业知识实际上 走看第三方的资料 来对比这个 这是初期 在我看到的文献当中呢 还有一篇 2010年发表的论文 就是在看恐怖袭击的 那篇文献公碑眼的时候 我看见了您所用的方法是 用的是主题和文献的 混合网络 我从侧面 还了解过这个 SBS的一些理论和方法 我发现您通过这种 主题文献的这种混合网络 也想知道 其实您更多的想探究 这个网络里面到底是说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非理论的专家 很难去实现这个 那您后来是怎么就在文献里 很少提及这种混合网络了 而改用其他方式了 好 这也是一个非常有益的问题 这个06年的论文里头 那时候 那时候就是解释到一定的程度 必须要依赖专家的帮助 那时候你记得我们这个 在研究恐怖主义的那个后边 后期 通过网络可视化 确定了几个关键点 在关键点上的作者 都是我们采访的对象 后来我们就找那几个专家 采访这些点 你的工作的作用如何呀 你这个 你觉得你这个文章 处于这个位置 你有什么想法啊 这样呢 就是告诉我们 专家在那时候起的作用 还是不可缺少的 但是呢 后来下一版 在2010年的时候 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你要是总是需要专家 来帮你解读的话 这个工具就是不能完全独立 你说这个使用这个工具的时候 你还得带着一个专家 领域的专家 有时候你不是那么好找 专家都很忙 所以2010年的那个文献的主要目的 就是怎么样来自动标出这些信息 而且这些信息正好是你解读 所需要的信息 这时候我们也对比了那个 前面一个 用人工标签标出来的 和自动标签标出来的 看看这个结果 到底能不能起到这个替代的作用 这其实一步一步的是 从技术上的一个更新 这种方法 就是Sight Space 能够在一定层面上 摆脱专家的那个判断 更加客观 那随着这个Sight Space的进展呢 我发现您的文章也非常有意思 您在早期的时候 做的是知识图谱的一个研究 更多的选题 其中在您很熟悉的领域 比如信息科学 计算机科学 或者就刚 正如您所说 选择一些典型的领域 一些 就是 证据确凿 我使用这个软件去验证的一个 容易验证 但是 从这几年您发表的论文 我来看 我越来越看不清楚了 发现您的跨度越来越大了 之前恐怖袭击之类的 您说证据确凿 可以去验证 但是最近您做了一些 关于医学方面的一个研究 我发现这种跨度 Sight Space是怎么实现的 我能够从一个非领域的专家 写一个专家层次的论文 这个是非常有难度的我想 陈老师您给大家 我可以解释 给大家谈谈 好的好的 这个我可以解释解释 这个实际上像你说的 对专家的依赖 和如何减轻对专家的依赖 是一个非常 长期的问题 就是Sight Space发展以来 你看每一步都是 试图减轻对专家知识的这种依赖 2012年的那个再生医学 之所以选择再生医学 就是因为前一段 把这个技术上的问题解决了 就是说技术上 巨类可以自动巨类 这是解读的时候 关键的信息 我们还说了跟 以前用人工标识的这些 做了比较以后 发现自动巨类可以承担 这些责任 就是说至少可以起到一部分的作用 所以我们第一步就要试验一下 在一个我们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下 而且这个再生医学 发展的非常迅速 非常快 在这种情况下 同时呢 它的本身它有许多系统综术 但是呢系统综术又往往跟不上它这个飞快的发展速度 这种情况下 我们能不能用这工具 起到一定的弥补作用 看能工具到底能走多远 没有专家知识的情况下 所以就有了那个专家的 在专家的地位上 出现的不是一专家 就是一个工具 那我就是可能还会遇到一些其他问题想请教您了 对于非专业领域的论文写作 您写的是关于医学的 那您在投稿之后 就没有遇到一些刁钻的一些专家问你问题吗 就是因为他 就是从您的关于医学 再生医学的作者来看 没有一个是研究医学的 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的时候 那您又是怎么回答的 好 这些专家 这个这个稿投出以后啊 是专家 当时本领域的专家来审稿 这些专家呢 我得说这些专家很客观 他没有先说因为你不是本领域的 我就聚稿 我就不审你的稿 但是他审呢 他提出了具体的问题 比如他说其中有一个巨类 巨类里出现了某一篇文章 他说这篇文章在这儿 out of place 就是好像不应该在这儿 我根据我的专业知识 这个地方不太合适 我们回答呢 也是比较公正的回答 就是说我们既然没有专业知识 我们只能让我们的数据来替我们回答这个问题 所以就在数据里头 继续追踪了一下 到底在什么情况下 这篇文章出现了 后来我们把这个路径告诉他以后 这个审稿的专家 确实是由于他不知道这方面 因为每个专家的领域都非常专业 他不可能追踪每一个细节 每一个方向 所以呢这也说明在这个领域里 用这种工具啊 能起到辅助作用 即使对专家来说也能帮助专家 他不知道的东西或者是省他的 省给他的时间或者是精力 找这些不知道的事情 所以这是算一个不算刁钻的专家 但是对我们来说是反而鼓舞了我们 给我们的信心更大了 专家也有不知道的地方 这个工具呢也可以提供一些新的信息 我当时看那篇文章的时候 我还有一个感触啊 就是说这篇论文发表出来之后 我看这篇论文是发表在 专家观点那个 国际期刊上 但是我想这就是用一个非领域 咱们可以说自己是非 非领域的专家 但是写出了领域专家的那个论文 当时我也很受募舞 然后呢最后还有近期我看了一个 一篇论文是关于西汉药的一个 那个一个研究 这篇论文就是您在选择了再生医学 为什么又突然又写了这个主题呢 这个我感觉您的选题很有意思啊 这个选题啊 这个选题是这样的 这个第一个 再生医学是expert opinions 它那个编辑 选用了这个以后 当时发表了以后五个月 诺贝尔奖公布了 结果那篇文章里选中的最活跃的那个巨类 里边排在头两位的 就是最后获得诺贝尔奖的那个 所以他很高兴 这个编辑说这个很高兴 所以他过了两年之后 又邀请我们再重新分析一下 这两年有什么变化 同时呢这个编辑 他的一个friend 他的一个朋友啊 也是一个编辑 他就不知道怎么就听说了 那也是从他来听说这个方法 他就邀请我们 说这个方法你能不能用在这个领域 这个orphan drugs和rare disease 这个领域就是 这个病稀少 研究的这个药也是很罕见 所以呢看一看这个领域 能不能说出一二三来 同样对我们是更一个挑战 原来我们有准备的申请 做那个再生医学 做这个是完全就是说 就接招吧没办法 做了一个完全同样的战略战术 就是完全依靠工具提供各种各样的信息 来解释重要性 但是重要性呢完全是基于 这个可视化产生出来的信息 没有添加任何其他的 因为也没有其他专业知识 渴望的一天 所以这个又一次 就是说给我们这个信息 又增强了一点吧 这个的确CISPAS 这个一步一步的发展 对于我们这个使用者来说 也很受鼓舞 看到它应用成功的很多案例 最近我也关注到CISPAS 一些新的进展 比如CISPAS它又回归到了 您所熟悉的领域 在使用这些案例上 你也很有讲究 比如说你在使用这个期刊的双图叠加上 就使用了一些您比较熟悉的案例 在使用那个结构编译模型上 你又使用了一些比较熟悉的案例 那这个图形的叠加 这个CISPAS在这个方向上发展的时候 它有什么背后的一些故事或者原因吗 这是更艰巨的一个方向 这个方向就是沿着这个 叫看 以前的用法是这样 以前用法是看历史 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什么是最重要的 完了再往前 再往更近一点是看 现在现有的是什么东西 那很自然得想到了 未来是什么样子 就是说你既然知道在过去 那些中介中心性强的地方 或者是那个Citation Burst强的地方 是有兴趣的地方 但是根据现在的数据分析 你能不能告诉我 如果下一个时间 这个地方出现了一座中心性很强的一座桥梁 这会怎么办 这就是说给大家提供一个新的信息 就告诉如果 未来有人在这个论文 在这个区域发表文章 对你有什么影响 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假设 这是一种 不光是这个 这是一种必要条件 不能是充分条件 必要条件就是说 你这个信息能告诉你 这地方可能会出现重要的发现 但是不能充分 不能保证 你既然有了这个 下了这个桥栏以后 一定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 影响力非常强的东西 这个还依赖于其他的因素 但是只能给你提供这么一个 但即使是这样 也能省去你很多很多的经历 的确如此 我看Syspace 从它的最早的版本到现在的 他更加慢慢的去关注一种 更加潜在的一个信息的挖掘 一个未来的一个预测 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对 这种静态数据的一个现状分析 更有意思啊 我最近看到您的 关于知识图谱的一个研究终述 您的终述 就用了最近添加到Syspace的一些最新的功能 那对这些终述 我觉得您在 已经出版了 近十部关于可视化方面的书 这近十部 我可以说您对这个知识图谱 已经相当了解了 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上 把这篇终述突然就给抛给大家了 让大家是有什么背后的一些原因 或者写这篇终述 想给大家传递什么信息 好的好的 这个虽说十多年了 但是这十多年的发展 每一步都是有 新的 引入新的东西 也就是说 比如说有时候一个论文 是在技术上有所提高 另一个论文在理论上有所进展 这个新的 最新的终述 其实在解释上和理论上 有更精确的要求 比如说每一个领域里头 如果按照这些理论来说 有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有很多工具出现 这些工具出现以后 大家会用工具不光用在本领域 而且会用在其他领域 根据我们自身的经验 也说明我们有时候也在用这种办法 来发展 但是这个新的综述 本身是作为一个 对新工具 设计上稍微有些进展 但是理论上有解释的框架 不太一样 就是一种新的框架 更有效更直观 大家用起来呢 应该比以前更直观更好用 其实对 也是算是对前面科学知识图谱 一个非常系统性的一个总结 那从这个整个 您的开发历程也好 还是您的论文历程也好 觉得也能够找到一些 非常有意思的轨迹 比如您就是先从您本领域出发 去使用最新的这种您开发的方法 工具去验证 等验证之后 您又想方设法去探索 未知的那个知识世界 比如医学 恐怖袭击 物理学的闲理论 当这些探索到一定层次 您又回归到这个本领域 又去做一些 可以说是修炼层次的那个研究 又去研究基础 或者回顾这个历程 去做进一步的推进 那现在据我所知 全世界现在这方面的可视化 只是图符工具 那大概至少也三十种 嗯 我个人一直比较 长期的在使用Syspace在做研究 当然我也对 对 埃顿大学的VSVR 包括那个加弗尔盖教授的HisSight 还有我们知道那个VVExcel 是一些工具 您觉得现在在工具 已经大规模产生在今天 而且已经越来越多工具都是免费 可以供大家使用的 今天我们在选择工具上 到底有什么一些理念和和要求 让我们能够尽快的去选择一个选对工具 对 现在这个时间来相对来说是工具越来越多 就是十年前就没这么多工具 相对工具来多了呢 对大家用户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就是你尤其是免费的 你可以那个用的代价很低 你需要学习一下应用一下新的知识 但是多了以后呢 也有给大家提供一个机会 每一个软件它背后的设计都有不同的理念 如果你把这些不同的理念综合起来 能够化解那些看起来像矛盾的地方 但是呢你把这些综合起来以后 我觉得你会提高自己这个 对这些问题的本质的认识 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代 有很多免费的工具 同时呢 咱们两个也经常是在给大家提供各种各样的帮助 所以说是目的是让大家都学会各种各样的方法 并不说限于某一种工具某一个方法 刚才咱们也回顾了Syspace的这个里程 还有包括现在的一些工具 以及您的我们大家的建议 那如果作为我而言 或者作为一个初学者而言 我当时是自学 当然也走了不少弯路 那我们如何能够快速的去学习一个软件 或者说我要去学习Syspace 我怎么去能够比较系统 而且比较有效率的去把这个软件去掌握 您有什么一些建议 我有这些建议 是根据有许多用户提出的问题是这样的 好像是这个打个比喻 就说你这个文字处理这个软件 你说它好用吗 要学有几个方向可以学 打字我很快就打进去了 但是呢内容打什么内容 这是一个问题 这个用Syspace和其他类似的工具 都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 处理数据如何使用工具 这是一方面的技能和知识 但是这个问题的研究问题的方向本身呢 是科学知识 这科学知识本身是又复杂又抽象的 所以有些 我说有些用户吧 他可能没有充分地意识到 这个实际上他想做的东西 涉及了很多领域的知识 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 比如他要知道 枢木计量学里的这些理论 能解释这些问题 那需要很多概念 这些学习这些概念 当然得需要花费时间 所以就是要建议就是要做好这些准备 意识到这些东西不是说 那么仅仅靠着界面上提供的一些信息 就能达到的 如果有机会学习一些背景知识 关键的概念 对以后学习非常有帮助 当然知道大家这个重点都不一样 但是就是自己来取舍 所以学习的时候 不要想 根据界面上的指导 就能把这个问题弄清楚 对 下面我还想问 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在Size Space 发展到现在 我们知道刚才我们谈的时候 它也不停地去迭代 发展以及创新 未来几年 您对Size Space有什么 新的理论要融进去 或者新的方法要融进去 您给大家可以提前预告一下 让我们也有个预期 或者也有个对这个新功能有个盼望 我觉得是这个 可以可以可以 实际上这个Size Space 最开始的时候 也没想到是为 大家这样作为一个工具 实际上最关键的还是 为自己的研究做一个工具 但是后来说既然这个工具做出来了 大家又有兴趣用 那就是沿着这个方向用 所以后边几年 还是类似于这个模式 我想还是应该是类似于这个模式 也就是说我的研究过程中 出现了新的进展 会逐步的融入在Size Space里头 所以现在呢 现在我做的几个研究 其中有一个会对Size Space 产生影响的就是 做了这么一个项目 这项目是几年的项目 这个美国这个NSF支持的项目 就是要做一个 就是像天文学上观测宇宙一样 这个宇宙呢 现在就是科学知识 也就是观测科学知识 怎么样进展 但是呢 这是在更详细的层次上 更精确的层次上 比如说这个 需要精确到 假设 理论 说这个科学领域发展 这个变换 归结于在什么 每一个具体的知识上 就需要精确到这种程度 所以呢 归结来说还是一种工具 但是这工具就是 更深一层的科学发现 所以说是 作为科学研究的结果 我还会把这个技术啊 功能啊 融进 那以后都不知道叫什么了 不知道叫SizeSpace 还是叫什么 别的名字 总之这个功能更加强大了 嗯 对 是这样 今天非常感谢陈老师 今天咱们的访谈就结束 是吧 行吗 行 我也很高兴 谢谢 后来那句话他就去了 随意说的 是不是可以随意去了 开始我就说 你说开始我就说 今天非常高兴的 今天非常高兴的 探讨了关于SizeSpace的一些 探讨了关于SizeSpace的一些 通过这些故事的那个 讨论呢 让我更加深刻的认识了 SizeSpace这个 发展的轨迹 那我们让我们也 更加监禁了以后 对SizeSpace新功能的一个期望 然后我希望可能 谢谢大家关注 希望以后呢 更多的同学或者科研人员 能够继续发言咱们这种 分享精神 把这种 自己所研究出来的 科学新方法 能够分享给科学共同体 让这个科学研究的效率更加提高 让大家在这个分享过程中 来更加的发挥科学更加的价值 今天呢 就今天呢 这个跟程老师的访谈 结束 也期望下次能够程老师 再讨论SizeSpace以后 再讨论SizeSpace以后 产生新功能以后的一个对话 和讨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